大家好,欢迎继续来到Mats学院,我是Steven 那在上一讲里呢,我主要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eCharts一个简单demo 以及它这个,我们在使用eCharts的时候 我们这个怎样把eCharts搭建起来的这么一个过程 通过一个demo跟大家讲了一下这样整个的一个流程 然后呢,咱们这节课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节课呢,还是接上一节课 我们来讲一下,在那个demo的基础上 我们对eCharts进行一些我们最最常用的一些配置 常用的一些配置 那在讲这个常用的配置之前呢 我们在之前在讲这个HiCharts的时候 具体跟大家讲了好多关于HiCharts的一些元素的一些设置 那它eCharts呢,也和HiCharts一样 也可以设置它的这个图标的标题 图例,提示等等一些功能 而且呢,它还有一些HiCharts所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所以呢,我们会在这个 先在这个demo的基础上来进行一个设置 然后让它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生动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上节课跟大家搭建的这么一个demo 我们来看,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柱状图 很简单的一个柱状图 好,我们来看 第一个,都是在这个Option里边进行设置 我们在讲这个HiCharts的时候 它是不是也有一个Title的一个属于一个元素 然后它下面也有这样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Text的,Subtext的 对不对,这就是设置标题 我们使用这样,使用这个 看一下 给它更加的丰富一些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标题一般都放在前面 这设置标题 这是销量图 这是它的一个主标题 这是它的副标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 我们来看是不是 是不是就有了这么一个销量图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个Title里边 跟它进行设置一些style 一些样式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让它居中等等 这个都是和HiCharts都是一样的 大同小异 我们可以几乎一反三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设置提示 现在是没有设置提示的这么一个选项 然后呢,我们现在给它加上 加上了以后呢 我们再把鼠标放上去之后呢 我们来看 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放上去之后 它这个Title就显示出来了 然后呢,同样哈 我们也可以对这个显示框进行一个 呃,就是进行一个自定义的一个配置啊 也符合我们这个开发的一个需求 好,我们看完了这个Title以后 非常简单啊 就是说,处一下就行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设置这个图例 设置图例 好,现在没有这个图例啊 就是这一块 这一块应该有一个图例 我们来看一下 设置一下 就叫做销量 我们来看 是不是 我一点是不是就没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eCharts带的一个图例 那接下来呢 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Toolbox啊 这个Toolbox是 呃,比HiCharts更加的 提供了更更加多的一些功能吧 应该是 呃,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HiCharts最后的一个 呃,ECharts 它这个Toolbox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效果 好,我们来看这边 右上角,右上角 之前是没有的 我们来看 那这个是eCharts所特有的 应该说是 我们来看 这边可以做一些辅助线 我们来可以画一些辅助线 好,这样删除 这是轻功辅助线就没有了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 比如说老板想 想在这个表格上 做一些具体的一些操作啊 比如说我就想 画这么一条线啊 等等 这样的话 这些辅助线就能 呃,跟大家帮上忙 然后这块呢 数据试图 我们点击以后呢 这边就会把这个具体的这个数据 给咱们显示出来 非常方便 我们点这儿 刷新 我们可以把这边的数据啊 呃,应该改不了 改不了 然后一般就是点它关闭 好,这个就是数据试图 然后这边是折线图 折线图啊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给它 给它引入那个折线图 没有给它引入那个折线图的那个 呃,这个选项啊 所以呢它没有 没有进行加载 这个是上节课 我跟,我跟大家说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就想要一个折线图 然后我就蓝一下 好,对,进行折线图一个选换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样的话看着也是很清楚的 也是很清晰的 是不是朋友们 然后我这还原,还原以后它就会给它展示成我们先前刚出来的那个样子 啊,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方便 有折线图 也有折线图 也可以随意的切换 那这块呢 保存图片 保存图片 这个和咱们这个e-charts 和hi-charts是一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逻辑啊 比如说我想把这个图片给它发送过去啊 可以点这儿保存 来保存 啊,这块这个toolbox是我个人认为 比hi-charts做的啊 更加优秀的一个地方 同学们在客户可以试一下 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好,这就是toolbox 然后我们再来看设置这个坐标轴 啊,设置坐标轴最简单的哈 我们来看 咱们上节课的时候 最简单的设法的时候 就是一个tab,一个data 对不对 这样的,这样的话是最简单的 那有的时候我需要这样的一个功能 我需要在坐标轴上显示出哪个是最高 比如说这个是最高 那这块我就想让它显示出来 自动的显示出来 这块有一个数据是多少 比如说哪个最低啊 这个最低啊 在这边就显示出来它是最低的 然后再有它的一个平均值 我都想给它显示出来 那这块Echart就提供了一个 Mark Point的一个 Mark Point的一个属性 还有这个Mark Line 这个Mark Point呢 是可以给它显示出 可以显示出它的这个 整体的一个 谁最高 谁最低 看见了吗 最大值最小值 可以给它显示出来 这个Mark Line呢 我们可以对它求一个平均值 这都是它Echart 它自己提供的内置的一个 一个函数 我们都是可以给它用到 我们再来看 刷新的 稍等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为什么没有显示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代码 对 这块Echart 我们不应该把这个Mark Point和Mark Line 设置到这个Echart这边 这个因为是它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显示 所以我们应该把它放到这个Series里边 然后放到这个Data里边 这是数据集的一个显示 好 我们再来看 好我们看是不是有了变化 这个销量最大的值是40 最小的值 它这也会有一个显示 是5 然后这有一个平均值 平均的销量是21.8 那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明显 就是领导们一看 就知道我这个整个的这个销售情况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就有了一个判断 这个就是非常的方便 这个功能 这个应该是在Series里边进行设置 刚刚给弄混了 大家注意一下 好 说完了这个Series里边 以后呢 这个X轴 看里边也有一些属性 基本的就是这两色 然后这个Y轴 Y轴的一个设置呢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之前 我们外手里边就是一个type 一个value 那有的时候我就想这个40 30 20 10 代表是什么呢 是叫 还是什么 是个 还是万 对不对 我们希望它有一个单位 所以呢 我这边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怎么说呢 应该是一个匿名的一个属性吧 然后它这里边有一个格式化的一个formatter 我们可以用这个属性来对它的单位 给它进行一个 给它进行一个更改 对它单位进行一个更改 比如说 我们就让它这个单位作为个 这个value呢 就是我们这块啊 给它打上去的这个 就是value 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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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GO 这个属性呢 在这个HITRUS里边也是有的 好 有了这个单位了以后 我们来看 是不是 我们来看 这个Y轴上的这个单位 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样的话更加的清晰 更加的明显 不至于就是搞混 好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基本属性的一个设置 这样的话基本上能满足我们平常开发的一些属性 都跟大家介绍到了 那具体的比较深一些的属性 同学们呢 可以在课后呢 查阅相关的一些资料 上到的那个官网 然后呢 这节课呢 就主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它的一些 E轴子的一些属性的一些设置 有好多是和这个HITRUS是雷同的 所以我们可以再借鉴这个HITRUS的一些属性 我们进行举一反三 就可以很好的给它学 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些属性都能学得到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本节课程所讲 所跟大家讲的一些内容 希望同学们呢 在课后啊 就是按照我这个提供给大家的这些案例 按照我这个案例 认认真真的走一遍 了解一下它这个HITRUS和HITRUS流程之间的一些不同 一些异通 好 那本节课就讲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大家